那我们首先呢给大家来介绍一下USCPA这张证书本身的一些内容 关于这个USCPA本身它的一个全称叫做什么 叫做United States CPA 那这个就是注册会计师 是美国的一个注册会计师 那这个美国的注册会计师 他是由哪个协会来去管辖这个证书 包括这个注册会计师 他的一个职业的这么一个规则 以及包括他工作的一些工作的这么一些操作规范 那在这边我们就首先要给大家来介绍一个协会 叫做American Institute of Certified Public Contents 就是说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 这个其实就类似于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 但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干哪些事情呢 他主要是起到一个制定规则的一个作用 就比如说美国注册会计师要遵守哪些道德规范 他在执行审计税务见证等等其他各方面相关工作的时候 他要遵循哪些职业操守 遵循哪些职业准则 比如说尤其在执行审计审阅这样的一些和产物报表有关的工作的时候 他需要履行哪些审计程序 他的一个规则是如何 所以说白了 他其实就是一个定规则的一个机构 除此以外呢 我们美国注册会计师呢 他还有一个会员机制 也就是说我一个注册会计师我可以成为这个协会的会员 也就是说他的member 他针对这一类member呢 他也会有一系列的这么一个录会 以及他的一个维护啊 包括他的一个活动啊 这一系列的这么一个 这么一系列的一个规则 说白了 这个AICPA 他其实就是一个会计职业组织 也就是说就是有一些会计专业人士 所组成的这么一个协会 这个协会就是来定规则 来画圈子的 属于这个圈子里面的人 那大家可以就进入到这个圈子里面呢 来一起来用这样的一个规则呢 来去工作 来赚钱 来去交流彼此的一些经验 那这个圈子里面有多少人呢 那根据最新的一个统计的结果 全球128个国家或地区呢 现在活跃职业者有将近66万人 那这个活跃职业者他是怎么来统计的呢 因为大家知道注册会计师在审计报告上都要去干什么 都要去签字 也就是说所谓的活跃职业者 他指的就是那些在审计报告上签字 参加审计工作的那些人 那大家也知道注册会计师除了审计以外 他可以从事其他各方面的工作 包括企业里面的一些财务工作 包括税务工作 包括其他的一些政府相关的一些和财税有关的一些工作 以及包括比如说像经济改革等等各方面的一些各个部门 去企业管理更个不同的一个政府机构部门 甚至一些社会中介组织都有可能会用到 涉及到注册会计师这么一个抬头 所以这边我们可以看到光活跃职业者 光和从事和审计相关的这些人 因为只有这些人我才能看得出来他的一个职业 这个就是执行的这个职业 这个职业只有说是在从事审计工作 在审计报告上签字的那些人 才能属于这边所谓的这个职业 那这样的一些人都有66万人 可想而知他的一个范围其实是非常广的 他这个范围广到什么程度 他相当于是中国注册会计师 ACCA澳大利亚的一个会计师 加拿大的一个会计师 等等这些不同其他的一些国家和地区 大家好书能详的 这些注册会计师的一个活跃职业者的一个人数 他合并起来可能差不多才相当于USCPA的 这么一个活跃职业者的一个人数 所以这个USCPA的一个职业者 他的这个66万的这个范围 他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这么一个 他其实是他的广度来说 他其实是一个覆盖面非常广 受众非常广泛 非常普及的这项证书 所以呢 因为他的一个普及度 那对于我们来说 像这个USCPA证书 他的一个优势那就不明而遇了 那他的优势包括哪些呢 首先第一个 他有一个很高的一个知名度 他有一个 他的一个知名度 他的一个认知度体验在什么地方呢 他就是体现在一个审计报告的一个签字权上面 这个其实就是和其他国家的一个注册会计师 在审计报告上签字 他所带来的效果是一样的 就是我在审计报告上签字 公众能够认可我这个注册会计师的一个审计报告 我的审计结论 就相当于人家信任我的一个结果 这本身 他的一个证书本身 我在这个上面签一个字 就代表着 我这个职业本身就是能够得到别人的认可 本身就是一种信誉的一个保证 那第二个就是 他有一个很广阔的就业前景 因为涉及到美国 涉及到一些发达国家资本市场的 这样的一些就业机会 从目前来说 无论是在国内和国外 其实是有一个非常紧盆的一个需求 第三个就是一个薪资水平 根据一些统计情况显示 现在UICPA持证人 他相比较于非持证人 他的一个薪资水平呢 会高10%到15% 第四个 他有一个非常广阔的这么一个职业的一个范围 因为美国注册会计师 他可以换取八个国家地区的一个注册会计师职业证书 除此以外呢 他还能够获得一定程度的一些公司纯面的支持 和背景提升方面的一些 背景提升方面的这样的一些 一些好处 那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认知度 他的这个认知度呢 首先第一个就是美国注册会计师 他的一个普及面非常广 他能够适用的企业类型呢 是非常广泛 比如说美国在这个财富500强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美国上榜企业 其实是非常多的 有120一家 当然现在来说 可能中国的一个上榜企业 比美国呢 稍微多了一些 但是整体来说 美国上榜企业的一个数量呢 其实还是一个非常广大的这么一个范围 而且在全球布局的一个程度 他作为一个跨国公司来说 全球布局的一个范围 其实远远高于很多的一些中资企业 第二个 500强里面在华投资企业有490家 除此以外 大家也知道 无论是中美关系紧张还是不紧张 哪怕在最紧张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看到 包括像 比如说像最近几年 有像皮多多 美团 滴滴 等等很多的这么一些互联网公司 扎堆的去美国上市 而且除此以外 还有很多的这么一些 其他的一些互联网的一些 创业型企业 在A轮B轮投资的融资的时候 可能也会看到有一些美国资本的一些影子 这个其实也说明我们很多中国的一些企业 他在资本市场上面 他非常需要来自美国的一个资本市场的一个青睐 因为美国的一个资本市场 说白了就是华尔街 聚集了全球最顶尖的一些金融层面的一些经营 投资家 最 投资 识别 他的一个眼光最毒辣 技术能力 最高的这么一些投资者 集中在美国的这么一个资本市场里面 需要 获得这一部分人的青睐 这一部分人 他的一个手上掌握的资源 掌握的资本 是世界上最充裕的 要获得这一部分人的一个青睐 那我势必要去提供 向这一部分人提供 可值得信赖的 这么一些第三方的一些报告 包括但不限于审计报告 律师的一些建议 包括一些禁止能力调查报告这些 而这些报告都离不开 我们美国注册会计师的一个印则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无论是对于500强的企业 还是一些赴美上市的企业 甚至包括现在我们很多 央企国企甚至很多民营企业 在美国去投资部场 比如说像台积电 比如说像富士康 比如说像以前曹德旺的 那么一个 曹德旺的这么一个 他的一个制造服药玻璃 这样的一些企业 他都在美国投资设厂 这些其实都是会给我们的一个 美国自存会计师的 这样的一些前景的 其实是带来一些 额外的这么一些曙光 因为什么 因为除了一些传统的这么一个审计报告签字以外 甚至我们会发现 除了一些美国企业以外 很多中国企业发现 现在也需要美国会计方面 专业背景的一些人才来给他提供支撑 为什么 因为他们需要去美国资本市场上面 需要去获得一定程度的这么一个 资本市场上面获得一定程度的这么一个青睐和融资 大家必须要在企业里面要有相关专业背景的人在作证 给他去提供一定的一个方向 这个其实就是一个什么呢 高认知度的一个体现 就说明我们美国注册会计师这张证书 它的一个全球适用的一个范围 其实是非常广的 那除此以外 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 作为它的一个权威性的体现 它在审计报告上的一个签字权 这个是必须的 所以美国注册会计师 是拥有在美国 在审计报告上签字的一个 独一无二的一个签字权 它不像有些英联邦国家 比如说像英国 比如说像加拿大 可能在审计报告上签字的一个 会计师的一个证书类型 可能包括好几个 在美国就是独一无二的一个 就是USDPA 这是美国注册会计师 可以在这个审计报告上面 去做一个签字 经过他认可签字的一个审计报告 可以对公众去发布 公众可以以此 作为一个信赖的一个依据 来对企业的一个 未来发展前景的 去做一个评判 那除此以外 它也是我们的一个就业的 能够给我们带来 非常广阔的一个就业前景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像我们USDPA的 这个证书本身呢 它的一个 它的一个在事务所层面上面来说 它可以给我们带来很多的一些加分项 包括给我们带来很多的在简历上面 可以给我们带来一个非常浓墨 仲裁的一个一笔内容 那比如说在美国 我们可以看到在这边 这边有两个招聘广告 一个是必满为的 一个是德勤的 那在必满为这边呢 我们看到它招的是美国资本市场组的一个经理 或者是高级经理 在这边我们看到 它要求的一个 信息里面要求什么呢 CISP或ASP 这个就说明 它要招聘的一个人才里面 中国注册官司 或者美国注册官司 这样的一个背景的 能够去满足它一个经理 或者高级经理的 这样的一个职位的一个要求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右边 这个德勤这边的一个审计的 一个审计见证服务 要招一个senior 也就是说它差不多就相当于是一个高级审计员 我们看到它必须拥有什么呢 But possess CPA license or passage of all four parts of CPA examination 这边指的是什么呢 必须要获得CPA证书 或者是必须要通过CPA考试的全部四门 那哪个CPA考试是四门 那就是美国注册会计师了 那中国注册会计师有六门 那怎么叫做all four parts 所以这边它的一个说的 必须要拥有的这个CPA license 指的就是US CPA license 我们可以看到 无论是针对德勤这样的招的一个审计 也就是说是一个操作层面的 这么一个熟练工 还是一个管理层面的 这么一个经理级别的一个人员 再对于四大来说 不同的级别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 它要求的它的岗位的一个需求里面 其实都有对美国注册会计师 这么一个招聘要求的 这么一个这么一个要求 这就说明什么 就是美国CPA这个证书 对于这些四大的这样一些从事和资本市场 从事和审计相关的工作来说呢 它这个CPA证书本身呢 它除了是一个加分项以外 很多时候它其实还是一个决定项的一种内容 因为我们看到这边它是必须要拥有CPA 或者说CPA的话 它有一个美国CPA 它可以作为一个prefer的一个item 这个其实就是说明 我们有这个证书本身 它就可以成为我们求职的一个敲门砖 它我们求职里面 它说的必须的东西 你是必须得达到的 否则它就是有一个一票否决权 你就会被剔除在这么一个招聘的一个门槛之外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 USCP这个证书本身 是对于很多想进入四大发展的一些选生朋友来说 其实是USCP证书 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敲门砖 你有这个证书就说明 你至少在专业能力上面 你相较于你的同龄人来说 这是已经是有一个非常先进 非常卓越的这么一个 一个一步存在了 所以这个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项内容 所以它是一个求职的一个敲门砖 同时呢在四大 像很多可能在 比如说在高级审计员层面上面来说 CP可能有一些 比如说它是从associates 一步一步升上来的 可能有一些 可能有一些同事呢 他可能他的一个CPA还没有全部考出来 但是通常来说 他升到经理级别的时候 因为经理级别 必须要对外去出具这个什么呢 审计报告 所以到经理级别的时候 他必须要有一个 对于经理级别来说 他必须要有这么一个 要有一个高级出色会计师的这么一个证书 所以呢 对于很多经理来说呢 他想要身为经理或者身为高级经理 他的一个CPA这个license怎么样 他必须得考出来 所以在这个时候 他就是一个除了是一个求职的一个 一个门槛条件以外 他还是一个升职的一个必备条件 这个其实就说明什么 这个CPAlicense对于想要进入四大这个行业的人来说 他要么是在求职的环节卡你 要么就是在升职升到manager这个level的时候卡你 就看你选择是在什么时候 去把这一个坎给卖过 像有些人可能就比较聪明 他可能就在进入四大这个职场的时候就把这些证书给考掉 为什么 因为进入四大以后 像四大他都是一些什么 都是一个项目制的一个工作环境 所以你要考CPA的一个前面几个月 不代表就是说你一定是没有项目做的 很有可能你考CPA前面你要跟一个IPO的项目 你可能还在出外勤 你还在客户那边 你根本没有时间看书 那怎么办呢 你怎样来获得额外的时间来去复习CPA 把这个证书考过了 那在这种情况下面 你就必须得去做出一个非常充足的一个时间安排 你就必须得事前的去做很多的一些前置性的准备工作 比如说你在进入四大的那个坎那一年当中 你要尽可能的把CPA更多的一个科目门数考出来 所以这是很多人的一个明智的一个选择 所以我们会发现很多人他在进入四大 他变成他被四大作为一个审计助理或者税务助理招进去以后呢 他还是他没有CPA 但是他招进去那一年 他还是选择来报考CPA的一个 来培训班报考一个CPA的一个考试 为什么 因为他就是想在趁他最这个level最低 先对来说工作强度也不是最大的一个时候 尽可能的把这样的一些专业基础知识的给补足了 这样的可以确保在未来 他在职业发展过程当中的来去避免掉这样的一些不必要的 这样的一些干扰 这是关于事务所方面的一个就业前景 那除了我们这些四大以外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国内的一些事务所 包括我们的一些很多的一些企业里面的这么一些岗位 甚至包括其他的一些咨询公司 包括比如说像阿里巴巴 内华 网易 波斯顿咨询 强盛医疗 各种不同的一个行业里面 对我们这样的一个CPA 美国CPA的一个需求其实都是有的 要么你必须得懂 要么你就必须要有AICPA 说本来就是一点 你要懂美国的这一套游戏规则 拿到这个证书足以能够说明很多东西 就比如说你说我懂 别人也说我懂 那怎么来体现出来你比人家的专业性优势呢 那有些企业他可能会去喜欢去给你出一些考试题目 来给你做一些测试来看一下你的一个专业能力怎么样 但是这些相对来说呢都是一些比较低端的一些玩法 那真正高端那个玩法那就很简单 就是把大家的一个证书拿出来比一下 你的证书有那么多 这足以说明你的能力是有一些能力是别人无法替代的 为什么 因为这些证书代表着你已经进入了这个凯尼 已经进入了这一个圈子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这边网易集团波斯顿咨询 这些很多的这些 无论是甲方还是乙方的这样的一些单位里面 我们会发现AICPA 他很多时候要求你懂AICPA 说白了其实就是什么 就是还是要看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证书 最后都是以证书为导向 为什么 因为这些企业他都和美国有关系 他要么就是美资企业 要么就是他的业务和美国的资本市场的密切往来 比如说像阿里巴巴 比如说像网易 他们在美国都是有一个 在美国都是一个上市公司 那他们势必要以美国的一个财务准则 包括美国的一个审计准则 对他的一个财务报表去做一个审计工作 然后按照美国的一个财务报表体系 按照美国的上市公司的这样的一个披露的 这个管理办法 去做一个信息的一个披露和公示 所以这一些游戏规则 你只有掌握了这个证书 进入了这个门槛 获得这个证书以后 你才能够对他来说有进一步的一个了解 所以这个证书 它是一个起步 而且是一个必不可少的一个起步 因为他能够 他的一个代表性 他的一个证明力 是远远强于其他的这么一些 是远远强于其他的这么一些 其他的这么一些措辞和一些表述 所以这就说明我们的一个证书 AICPA证书对于我们来说 想要进入这些企业来说 其实都是有一个非常高的这么一个 这么一个非常高的这么一个 大的一个支撑作用 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 关于美国注册会计师 他的一个就业前景 对于美国注册会计师来说呢 他还能够享受很多城市的 很多城市的这么一个人才落户 和一些奖励补贴的这么一些政策 比如说在成都 我们看到有天赋英才计划 那AICPA执政人可以享受80万补贴 在南京市 上海市 厦门市 这些国内的一些一样线城市 包括沿海城市 也包括一些内陆城市 我们可以发现 对于AICPA执政人 他都能够获得不同程度的一个支持 包括资金上面的 包括户口上面的 包括居住上面的 这就说明AICPA在国内 他除了受到企业认可以外 他在另外一个程度呢 另外一个程度上面 他其实也是受到 政府层面的一个认可和支持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 这些都是政府出台的这么一些管理办法 政府层面他认可这个证书 能够给予他一定的一些奖励和补贴 这也就说明我们这个证书本身 他能够获得 除了对于现在来说 对于我们很多考生以外 除了能够获得一些工作上面的一些支撑和提升以外 他还能够获得在一些政府层面方面的一些奖励和补贴政策 那除此以外 在海外呢 他也有一个非常广阔的一个就业前景 这是我们提供给大家的这么一个海外的这么一个就业网站的一个截图 我们会发现针对一些财务主管级别 经理级别 还是一些操作层面的这么一些会计人员 我们会发现他对于UNCPA的这么一个薪资要求呢 其实都是在美国的 其实都是处于一个相对来说比较高水平的 比较都是处于一个相对来说比较高的这么一个水平上面 根据这么一个统计结果呢 那在十大美国的一个统计结果呢 在十大高收入以及高成长的一个日文行业里面的 CPA的一个排名呢 他可以排到第六位 也就是说在CPA他上面的 其实也就除了传统的一些像 比如说像医生啊兽医啊律师啊 这样的一些精灵职业以外 那其实接下来就CPA的话 其实他的一个收入排行榜里面 其实也是处于一个比较高的一个水平上面的 而且我们可以看到 美国做成冠军师比普通冠军师 每年平均收入要高出10%到15%的这么一个水平 这个是根据美国的这么一些关于薪资统计啊 包括一些劳动力招聘的这样的一些网站的一些统计数据 所获得的一个结果 在40年的一个职业生涯里面呢 而且拥有美国做成冠军师呢 他的一个薪水程度呢 相对来说呢 也可以会比较高 因为每年的一个平均收入 靠出10%到15%以后 那折算下了这一辈子呢 能够多额外获得多少的100万美元的一个薪水 那而且呢 像因为现在美国的这么一个婴儿潮的这么一个 他的一个随着以前的这么一个婴儿潮 逐步进入这么一个退休年龄这个阶段 所以现在根据美国的一个人口的一个结构 很多的一些注册会计师 他可能在未来都会去处于一个退休的一个 进入退休的这么一个状态 这个就意味着 现在其实在注册会计师这个行业里面 现在突然之间又多出来了 这样的一个就业的缺口 因为以前的这些人退休以后 就意味着后面会很多人怎么样的 会去补上这样的一个空缺的一个岗位 那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无论是从薪资的角度 还是从劳动力供给的一个角度 因为我们看到很多CPA退休 就意味着这些劳动力的供给怎么样就没了 所以但是需求呢又摆在那 因为这个人在现在在这个CPA的岗位里面在工作 就说明什么 他干了活以后还是要有人得接着干 那就意味着什么 就意味着现在这样的一个状态里面 在这样的一个状态里面 很多人在未来他可能会进入到一个退休状态 他会就他会从这个劳动力市场里面退出 那这就意味着在美国传统的这么一个 USCPA的这么一个就业市场里面 其实你也能够获得一些额外的这么一些收入 和甚至额外的这么一些就业的机会 尤其是对于我们很多的一些华人朋友来说 如果要进入到美国的这么一个就业 其实说实话还是挺困难的 因为和一些美国的一些native speaker而已 像我们的这么一些移民 其实或多或多其实都是会在别人眼里 其实或多或多其实在就业方面 其实是会有很多方面的一些 无法适应的地方 比如说包括文化呀包括语言 但是比如说像CPA上面这个职业来说 现在来说他可能需要与人交流 沟通的一个情况呢 可能并不见得会非常多 更多的其实是出于对一些对数字的一些敏感 对于计算对于的一个敏感程度的这么一个把握 对于一个专业的这么一个洞察力 所以在这一方面 其实像很多的一些亚裔人士 其实都是非常上场的 尤其是我们也可以看到 现在在美国的这么一个就业市场里面 其实都是有这么一个非常好的 这么一个黄金机会 所以USCPA的这个证书 除了对于中国的这么一个学生朋友来说 对于很多美国的一些居住的这么一些华人朋友来说 其实也是能够对你的一个未来的就业能够带来非常多的一个好处 除此以外我们也可以看一下美国CPA这张证书 目前来说他能够换领多少个国家的这么一个会计职业证书呢 我们可以看到他能够换领香港 加拿大 爱尔兰 澳洲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苏格兰 南非 墨西哥 等国家和地区的一个组组会计师的证书 我们可以发现他能够换领的这些国家和地区 主要是包括这几类 第一个就是传统的这些英联邦国家和地区 比如说像英国 比如说像爱尔兰 比如说像加拿大 比如说像香港这样的一些地区 那这些地区呢 首先第一个他和美国一样都是属于什么呢 都是属于传统的这么一些普通法国家 所以他们的一个法律体系 他们的一个征管体系 甚至包括证券市场 税务的一个征管 监管这样一个体系和规则 其实都是相当或类似的 所以像针对这样的一些换领的一个地方和区域来说 其实你的一个职业的一个范围 对你来说 其实你掌握了美国这套游戏规则以后 你可能经过一个简单的学习和适应 你同样能够去马上熟悉的去了解香港 澳洲 新西兰 这样的一些国家和地区的这么一个游戏规则 因为大家的一个规则是相当或类似的 但是呢 由于每个国家 它的一个CPA的一个考试呢 都有不同的一个考试体系 所以你获得了美国CPA证书以后 你要去另外一个和美国相当或类似的一个 这么一个法律体系的这么一个国家去从事业务 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换领的机制 就意味着你得重新再去考一遍他们的一个考试 就意味着你得从零开始去做一遍考试 这个其实对于很多的一些跨境职业 尤其是现在强调的是一个人才资本 这样的一些要素的一个全范围的一个什么呢 全球的一个自由流动 所以在这一方面来说呢 它势必会限制到这些人才 它的一个跨区域的一个职业 所以呢 通过这样的一个换领的一个机制 可以确保美国做成会计师的 这样的一些职业人员呢 他可以在我们的这些英联邦国家和地区里面呢 去做到一个相对来说比较自由的这么一个流动 他可以去换领这些国家和地区 英联邦的这些国家和地区里面呢 这么一个做成会计师的一个职业证书 这样可以给他带来相对来说比较便利的这么一个 便利的这么一个职业的一个范围和一个职业上的一个灵活性 那除此以外还有一类比如说像加拿大和墨西哥 同时呢他们也是美国的一个邻国 都是属于美加墨协定的这么一个重要的一个组筹会员 所以相对来说呢美国和加拿大墨西哥之间的经贸网呢 相对来说也比较频繁 所以呢像这一类的一个证书的一个换领呢 那其实也是在一些职业上面呢 你也可以去也可以去拓展他的一个 从国际贸易的一个供应链的一个角度呢 其实也可以去拓展他的一个职业的一个范围 所以整体来说他的一个换领的这么一个会计职业证书 他的一个特征主要就体现在这一类 第一个是新冒网的相对来说比较频繁的一些国家和地区 第二个就是他的一些法律法规体系相同或类似的一些国家和地区 基本上就是这两类 而通过这样的一个换领机制呢 可以给我们的一个美国自从会计师的一个职业人员呢 在职业上面能够带来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便利程度 尤其是前面我们也给大家提到了 就是说像500强里面很多的一些美资企业 其实他都是属于什么跨国公司 跨国公司就意味着他的一个经营范围 不光是局限于美国本土 也包括中国包括欧美 甚至很多发展的国家的一些地区 这个就意味着他的这样的一些 他的一些证书的一些换领 他可能除了在适应美国的需要以外 还要适应其他国家的一个需要 这个其实就是证书换领 能够给我们带来的一些额外带来的一些好处 那接下来呢 我们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关于我们这个USCPA考试的这么一个相关内容 那再用